高雄同志有行聯盟的媒體公關 我是高雄同志有行聯盟的媒體公關 我是阿宅 本屆是第四屆高雄同志大有行 其實從第一屆開始 我們現在已經連續四年半的四屆 那第一屆跟第二屆的時候 我們主要的訴求 其實都還是在 破除新的高雄同志大有行 其實跟同志出櫃 以同志出櫃的方式讓社會看見 那第三屆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的訴求是 你是同志我同志 主要是看看可不可以跟其他 社會團體 比如說我們跟環保團體 或是其他的社會團體 進行串聯這樣子 然後也讓他們看見就是 同志其實不只存在同志運動中 它也存在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中 那到了我們這一屆 我們就開始想的是 我們要呼籲社會 然後請社會發聲 而不是只是同志一直說 所以我們這些訴求是 空間革命一同佔領這樣子 那我們主要是訴求 在空間中 每一個不一樣的空間裡面 其實都有同志存在 而不是只有同志遊行的時候 同志才存在 那我們呼籲空間中的每一個人 不管譬如說今天如果我們實在是政府 那我們的行政人員 從基層的行政人員到高層的主任 或者是到高層的部會首長 他們是不是有意識到 同志也存在我們的公共的機關中 然後我們在學校 或者是在我們在 比如說像今天在生日公園 我們是不是有意識到 其實同志也是在這邊生活 對所以我們就會希望 每一個人 在空間中的每一個人 去為同志貼身主地去設想 比如說今天這個公園 它其實是沒有五性別廁所 那就是當初我們在設計這個公園的時候 沒有把五性別廁所 也就是跨性別廁所 也就是跨性別的權力 納入廁所的考量這樣子 然後 那 所以 這一次我們就是 還是號召佔領跟改變 透過佔領的方式 改變空間的意義這樣子 我們會呼籲大家 我們會希望大家 可以開始 注意到同志的權利 然後說同志的不一樣的故事 在看到騎士跟霸凌的時候 能夠主動的權利的時候 在思考政策 或是思考計畫的時候 你可以把同志納入 然後再來是 第三點是 同志內部不是只有LGBT而已 我們還希望看見同志內部的差異 所以當我們思考同志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思考到 男同志女同志 雙線跟跨性別 我們更要去細緻的思考到 比如說他如果是一個身心障礙同志的話 那 他是不是可以有 是不是也要把那個 無障礙空間納入考慮 如果我們今天是 愛滋感染者同志的話 那我們在抽血的場合 或者在醫療空間裡面 我們有沒有注意到 他是同志 他同志也是愛滋感染者 他需要的隱密性 這樣子 那這主要是本屆的訴求 待會我們這邊也會再把一個 彩虹D解消 非常好非常好 大家都很有志士的 進進到場中 要來集合 我們希望這一次的 高雄同志的大遊戲的活動 可以到達高雄的 雲中之道 同志就在你身邊 而且同志你先需要 一個空間 火火板的麻煩大家 手邊揮舞一下 你們進進的彩虹 一二再大家動起來 哇 最後他那個布條 收起來 就像火火板一樣 他那他動一下 片段 再忍耐一下 在布條裡面 再防曬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準備出發囉 psychical 和電腦 輕人減到 鱔冷 電腦 裡面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舞台的正前方有一个巨大的彩虹旗哦 那待会我们就会沿着这个巨大的彩虹旗呢 一起去游高雄市区 待会途中我们会经过高雄市政府 我们会在高雄市政府做一个简短的停留 我们为了是要让高雄市政府知道 高雄市也有同志 而且我们的城区市长希望高雄市是一个让同志愿意返家的地方 我们希望让高雄市可以多做一点为同志的事情 然后为同志发生什么 会在高雄市政府的地方做稍作停留 好,在我们出发之前呢 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急一下 还没走,等一下 是这样的挥舞而已,来,回来,回来 不要激动,我知道你们想走太大 那在走之前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一次呢,就是他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个生日公园 我们要先首先要请我们的总座阿盘 阿盘 为这掌声鼓励 先来掌声鼓励 现场朋友,大家 今天很热喔 但是我们的热情也不输太阳喔 那今天呢,我们等一下队伍在游行的时候 尽量为自己发生好不好 大家心里的话,我们一年只有举办一次 把今天把你心裡的話全部喊出來 好不好 比如說 我要結婚 好不好 有怎麼可能 有多所的 好可怕 相對 想不足 他張開了 有多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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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所謀 有多少由 有多是 空間革命 一同三名 今年是2013年高雄同志要求第幾屆 第幾屆 第四屆 我們要空間革命然後怎樣 一同三名 對啦那是熱情 大聲音好嗎 來跟我一起喊 空間革命 空間革命 相愛世人權 相愛世人權 說到要做到 說到要做到 一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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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不是空口號 尊重不是空口號 同志政策要拒停 同志政策要拒停 相愛世人權 相愛世人權 說到要做到 說到要做到 有相愛中 體重 所以 挺緊張的 空間革命 根本 lax I'm holding on your road Got my 10 feet off the ground 我到底該怎麼辦 And I'm hearing what you say But I just can't make yourself 我到底還能怎麼辦 他們的名字叫做Prince 已經有尖叫聲 再一次他們的團隊 而且重點是Prince後面還有 Prince叫做全南競技啦啦隊 因為它不想像中 特朗技的小七 ago Al exam再一次 I'll show you the key I can't wait Side on the come I'm so hungry I'm so hungry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很开心至少我们可以在高雄联盟至少办起了第四届 我们从第二届开始就是民间自己筹备经费所办起的团体 大家知道高雄同志流行联盟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吗 是空间革命一同占领 我们希望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像高雄同志游行的今天一样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做我们自己真实的样子 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高雄同志游行今天在这边的意义 但我们也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可以像这一天的过活 对 好 那我们刚才很欢迎我们的B love woman带来这样的精彩的表演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也有准备一些团体 想要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同志运动的这条路 他们的运动理念 对首先要为我们发声的是为了我们伴侣法 站在第一线的台湾伴侣联盟 掌声欢迎 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台湾政府邀请了十位国际知名的人权专家来台湾审查 联合国两公约的这个国家报告 那伴侣盟也参加了这些审查会议 那伴侣盟针对多元性别包括同志的伴侣以及异性恋的非婚伴侣 不能够得到法律保障的这个人缺失提出了影子报告 而我们的建议很高兴的也得到了这十位国际人权专家的肯认 他们呢在最后的结论性建议里面 直接具体建议我国政府应该立法保障多元性别的法律权益 同志友善的空间绝对不只是硬体还要有软体 对不对 同志友善空间的软体是什么 就是教育和立法 伴侣盟已经推出了同性婚姻伴侣以及家属制度的民法修正草案 就在今年九月立法院开议的第一天 我们就要把草案送到立法院 那九月的时候欢迎大家一起来凯道 当你们会在凯道上版的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集体的喜宴 传你的真实姓名出生年月 就可以完成这个联署的动作 你也可以用LINE来联署 搜寻ID TAP CPR 然后呢有一群大学生他们非常的热血 在今年暑假的时候要用徒步环岛的方式 呼应伴侣盟多元成家法治化的理想 他们公开征求能够现身的多元家庭 成为他们纪录片拍摄的对象 请大家脸书搜寻徒步寻找爱的可能 我们也感受到现在呢 它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就是很多人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 我们希望得到别人呢 用一个很正常 然后很快乐的眼光靠我们之外 我们有没有公共的空间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的养工处在评估 我们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 没有性别歧视的一个厕所 那我们来试试看 因为我知道在高雄很多 我们的大专院校呢 已经朝着这方面在设置 那高雄市政府呢 可以给各位保证 我们如果绝对不多人后 这个输人不输人 输人不输人 输人不输人 输人不输人不输人 请大家可以去台 高雄市政府可以做稿 我们来自各地有不同的背景 我们有相同的梦想 希望大家可以看见青少年 听见青少年的声音 看见多元性别 创造多元性别族群 在自由的空间任意发挥 今年游行的主题是 空间革命一同占领 我们希望在全台湾各地的 大学院校 可以有更多的性别社团 出来支持多元性别的出现 的讨论 空间要友善 空间要解放 身体要解放 校园的性别空间也需要解放 然后我们最后带一个口号 同志要有伴 同志要有伴 空间要友善 空间要友善 孔同坏心情 孔同坏心情 骑士快滚蛋 骑士快滚蛋 谢谢大家 你会发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在路上看到情侣 我们完全不会去想 她有可能是双信念 我们看到那个结婚的 我们就会觉得 她一定是疑信念家庭 他们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是双信念 我们完全不会去想 所以虽然我们一样是表现出能够做自己的样子 如果这个社会是足够友善了 我们确实是可以自由的不用害怕任何歧视的眼光 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被看见的 对吧 我其实在刚才你的讲道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这个的确是生活同性恋的我其实是不清楚的 也就是说我的确在我的生活中我常常看到的 其实我会去把它区分成一心恋跟双信恋 一心恋跟同性恋 可是其实我很少很少有机会我去看到 其实有双信恋的存在 所以我从你刚才的那个描述里面 然后包含我觉得今天在挥舞的奇迹里面 我都看到的是 其实我们社会必须要去认识到是 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形 只要他们手牵手 或者每一个人他在什么样的情形 即使是手牵手之外 我们都必须要看到的是 他其实不是只有同性恋跟双信恋 或者是同性恋跟异性恋 他也有双信恋的可能 但同样他也有跨性别的可能 而是我们将这样子的诠释权 去交给每一个人 他自己去诠释他自己的性别 他自己的心情像 他自己的生活